這全世界有主義的表比 也有到六十二% 這疫情可以控制 各個有什麼收拾來改風 先像這疫苗收上強生的選擇 如果比較近 不需要綜合計理 紐西蘭三位有哪些改金 這行政已經是正常標示 再來願望第三位可以到台灣改風 先開風 雙部臨時可以入境 時時兩年 風雨措施就要結束了 英國收上強生 民眾若是比較近 為二十年後 就不用總統計理 免疫苗 也要對眾接觸者 在南北紀元延西蘭 至少有民眾抗議政府的疫苗 強制令 有市委的活動 而且在國會外面跟警方無法衝突 有八人讓人抓起來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選擇 等我三位對Omicron疫情 高風氣過後 會改毒疫苗共濟 令和尚高紀律的措施 英國選擇會完全開風 比較真正 不用管理 能夠出去買東西 帶台中文書幹部到上班 澳洲也由日一開始 對外國入客開風 變境 完全做過疫苗的人就不用管理 本市縮低基加減量的規定 開風上部到留學生入境 另外醫生在放電入境的規範 沒有主規郵票的人也能入境 不過策劃進行到九位之後 要做PCR的採檢 紐西蘭按算三月中下旬 會改毒禁令 改毒十九季禮跟郵票共濟令 如果我們國在過年後的三禮拜 有情穩定 可能在三月份可以慢慢開風 而且開風上部金屬可以入境 紐西蘭通共調說 第二次疫苗的國大風雨會議 已經要求政府中心 就要檢控風雨和生活 逃逃的改風 讓大家可以開放正常的生活 記者 總好報道